尊敬的各位来宾 是成绩的土地被唤醒 奔发出蓬勃的活力 从忙碌的清晨 到热血奋战的深夜 奋斗的汗水 在这里凝结成杰作 从冒出地面的第一栋楼 到数十栋楼拔地而起 梦想的种子 在这里开花 T是工地上 此起彼伏的电含声 分明是铸就未来的 交响月 2021年 江东新市的小剑舍 是这一串串数字 也是沧海桑田市的巨变 当合作签约掌声响起 对江东未来的坚信 正转化为共创未来的行动 当创新力量 遇见开放土壤 让政务服务在这里快人一步 多项自贸港 这三条都会被盛新业务 在这里 实现零的突破 看 绿色海洋里 鹿鸟偏偏来 通过生态修复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绿意更浓 芙蓉河 麦雅河 道梦河 滨海公园的新绿铺展 江东新区一派好生态处处美风光 在这里你听得见海口哈罗学校 北师大海口副校里的朗朗书生 不久后你还能感受到环岛实验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的屡屡书箱 在这里东寨新居等一批安居安置房项目加快建设 正为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搭建安居乐居的美好家园 海南省中医院新院区等一批新医院拔地而起 江东新区的医疗名片正加速形成 2021年 奋进的江东人正用石杆奋进 在这片热土上写下了喜人的答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道已经通修 未来信息闪耀 江东新区 期待与您 灿烂奔赴 最美未来 感谢您的观看 现在请各位来宾随我往这一侧一步开始参观 来这边请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展区国家战略新区设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专题区基本上是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诞生的背景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18年4月1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张照片 这一侧可以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它是具有重大意义 充分彰显了我国对外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 未来我们是根据这个基本原则来进行打造 右侧详述了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 可以看到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到2025年 也就是在封关之前 我们是重点建立贸易与投资的自由便利化 到35年 自由贸易港的营商环境 包括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都会更加的成熟 再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 请您随我继续往前方一步 这里我们正式进入到江东新区的介绍板块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江东新区未来的战略定位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江东新区它是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点先行区域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未来是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来进行打造 我们要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创新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中的展示区 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体验区 包括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示范区 最终我们是要建成自由贸易港的一个集中展示区 还有现代服务业的这么一个集聚区 在这一侧可以看到我们江东新区的设立背景 我们是在18年的6月3号 也就是在总书记发表413讲话之后两个月不到 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宣布了江东新区的设立 并且开展了全面的规划工作 当时我们的国际概念招标是由129家中内外的一流设计团队 参与了我们的方案竞赛 最终的方案我们是由中规院来作为统筹单位 优中选优 可以说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智慧资源 这边可以看到在18年的年底 我们江东新区的第一批示范性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江东新区已经开工 项目总数达到了187个 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19年的时候 我们江东新区的总体规划 包括我们几个重点片区的控规 也是相继获得了批复 再到20年的6月1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 两天以后我们省11个重点园区 同步举行了挂牌仪式 我们江东也是作为当时的主会厂 并且在20年的年末 江东新区的条例也正式在发布 再到2021年我们可以看到 在6月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也正式发布 包括海口市江东新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我们江东新区它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中的一个展示区 未来我们是以最严格的要求来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守护好这一片生态家底 在电子屏的上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江东未来我们的建设目标 也是分为三步 到2025年江东新区基本成型 到35年我们希望为全球的未来城市打造一个江东样板 再到本世纪中叶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 以及南海经济主引擎 各位来朋友们往这一侧一步 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展区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区位优势的专体区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穷州海峡南北两岸的区位优势地图 通过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海南省跟广东省是属于隔海相望 这一弯浅浅的穷州海峡 它是连接祖国大陆与海南之间最紧密的一条通道 可以看到最短的距离其实只有12海里 相当于地面的距离是20公里左右 在20年的9月徐文港正式通航以后 现在我们海上的航程也是由之前的24海里 之前我们是走一条C字形的航道 现在直接缩短到最短距离12海里 现在我们海上的航行时间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交通上也是更加的便捷和畅通 这里中间这一片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区域 它就是我们整个海口市的范围 大约是2300平方公里 海口市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我们位于海南省 母亲河南渡江的入海口处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南渡江 全长333千米 流经海南的11个市线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片淡紫色的区域 就是我们江东的规划面积 我们是在南渡江的东面 这也是我们这个名字的由来 我们的规划面积是298平方公里 现在我们在东部文昌规划了120平方公里 作为生态留白区 所以总共的研究范围是418 目前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1个重点园区当中 面积最大的一个园区 现在298平方公里的江东新区 我们又细分为两个功能区 各位来宾请看 这一侧是我们的东部生态功能区 我们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 成立时间最早 包括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 东寨港国家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它的连片面积是33平方公里 所以我们东部主要是以生态保护为主 这一侧是我们的西部产城融合区 它是有192平方公里 除了拥有像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包括海口美兰环岛高铁站 这样重大的基础交通设施以外 未来我们江东规划的主岛产业 也都是集中在这个区域 左侧可以看到这一侧 是我们海口的中心城区 主城区 现在我们为了更好地把主城区和江东联系起来 我们还在这一条南渡江上规划了十条越江通道 现在已经建成的是有六条 包括未来海口市规划了五条轨道交通 其中有地铁和云轨都是会经过我们这个范围 来各位来宾我们往这边一步进一步了解 刚才我们了解了江东新区的区位优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江东新区的一张总体规划蓝图 可以看到这一侧就是我们海口市的主城区 包括南渡江 现在我们本身南渡江上是有五座大桥 我们的规划是会另外增加五座海底的水底的隧道 像这一条就是在20年的8月20号正式通车的文明东岳江隧道 通过它岳江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到达江东新区 再往东走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条跨海大桥 这个是叫做海文大桥 是连接海口市跟文昌 现在我们到达文昌的铺前镇只需要20分钟 因为我们海南省目前正在打造海城文定一体化综合经济圈 我们江东它就是位于东翼核心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展馆 然后我们整个江东可以看到它在空间布局上 我们是按照产业来划分 我们现在有一句口号叫做一港双新四组团 那一港指的就是我们空港这个片区 我们现在围绕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打造了一个50.52平方公里的凌空经济区 这个是我们江东现在最大的一个片区 凌空经济也是我们的特色产业 然后双新指的是生态总部区集中心 就在我们的附近 这里可以看到这片的规划面积比较小 它只有1.79平方公里 这里是我们正在重点打造的生态CBD 这里我们重点是发展总部经济 离岸贸易包括现代金融等产业 这里我们主要会吸引到一些世界500强企业的落地 目前我们江东新区总部经济类的企业 是已经落地了36家 其中世界500强是有17家 这里现在的话有12家企业正在动工建设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活力中心 这个区域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二个新 我们也称作第二总部 我们在活力中心内布局有江东未来的地标建筑 包括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规划了一个麦亚冰河商务区 主要会针对国内的一些企业 像中国500强 央企还有上市公司等龙头企业在这一侧落地 所以这个片区相对来说也是未来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还规划了四个功能不同的组团 左上方是我们的文化交往组团 这个组团它主要突出文化与生态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布局了一带一路的领事馆区 目前有柬埔寨的领事馆已经入住 在它的上方这一片我们也规划了一些科技型的项目 未来是会针对一些文化艺术类的企业落地 包括在它的这一侧 我们还规划了一些标志性的公共文化设施 像海口艺术中心 美术馆 科技馆等等 未来都是在这个片区已经完成了选址和布局 在它的这一侧可以看到有一片湿地 这里我们打造了一个前期是2200亩的麦雅和湿地公园 现在也已经全部完工了 然后第二个组团是综合服务组团 可以看到它距离活力中心非常的近 这一侧可以看到有一条桥 这是穷州大桥 过了这一条桥就是我们海口的省政府 那服务组团呢 它是为活力中心来做一个配套 目前像一些医院 包括安居房等等都在修建当中 然后可以看到中间这里有一个创新创业组团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这里是以之前我们的一个桂梨阳经济开发区 作为依托建设 这里我们现在布局了珠宝产业集聚区 以及消费精品产业集聚区 消费精品是做一些高端食品化妆品 以及奢侈品类的加工 未来我们是希望把这一片打造成 国内首个国际名品旅游工厂区 今后也是跟我们的凌空经济区 来形成一个联动依托我们空港的优势 因为我们凌空经济区上方 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项目 叫做全球消费精品展示博览员 这里是前期有3000多亩地 预计在25年之前就会建成 那这里今后会作为我们肖博会的永久会职 我们会打造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肖博会 最后一个组团 高教科研组团 是我们现在海口的唯一一个大学城 叫做桂林阳大学城 这里的话 目前我们本土有四所高校 包括五所职业类院校 在这边办学 这里有大概近7万人左右 现在我们在学校的引进上面 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在它的上方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小操场 这个是我们20年引进的英国贵族学校 哈罗国际学校 它当时在9月7号已经正式开学 并且它的两侧 我们现在也打造了两个国际社区 分别是成都的万华地产以及新加坡人横地产 未来这个区域 我们还会依托自贸港的优惠政策 引进更多国际上的高校 可以看到整个江诺兴区 可以说是临海 临江 临湖 生态本体非常优良 并且我们整个区域内 山 水 林田 湖 草 这些要素都是兼具的 所以说具备打造国际化 滨江 滨海 花园城市的一个高水平生态本体 好 各位来宾 我们现在可以往这一侧一步 来到我们下一个专题区 现在这个区域 向您展示的是我们江东在未来的五年 也就是在2025年之前 我们会重点打造的两个片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凌空经济区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子沙盘 凌空经济区它的总体规划面积是50平方公里 其中机场用地是占了19.63 这个航站楼是我们在去年的12月2号 正式启用的T2航站楼 现在我们的第二跑道也已经正式启用 之前这是我们使用的一号航站楼 以及第一条跑道 那现在两条跑道 我们的年旅客吞吐量是可以达到3500万人次 理论上可以达到5500万 并且我们还正在规划第三条跑道 以及第四条 四条跑道 这边可以看到全部建成以后 我们的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9000万人次以上 可以达到1亿人次 货油吞吐量是可以达到200万吨 然后这个上方有一片国际会展的区域 就是刚才为您介绍到的全球消费精品展示博览员 在这一侧可以看到我们凌空经济区落地的一些项目 目前我们凌空经济区已经落地了41个项目 可以看到这里是综合保税区 也是在去年的5月份正式获批 占地大概700亩左右 我们在中保区内打造了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现在已经交付 在它的旁边是一个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 这个发动机维修基地 它是我们国内现在唯一一个 可以维修宽体飞机的发动机大修平台 唯一的一个非外资控制的发动机大修平台 在这一侧 在它的下方可以看到 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物流企业 包括顺丰 菜鸟 圆通 以及邮政 京东 还有包括像阿里 法国邮政等等 这些物流企业全部都已经在这一侧落地 然后这个上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展示的是我们凌空经济区正在 我们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 其中有刚才为您介绍到的航空维修 包括航空运输 保税航游 跨境贸易等等 这里可以看到公务机跟融资租赁 这两个产业它是我们凌空经济区的一大招商亮点 现在公务机我们已经引进了13家头部的企业 其中有三家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运营 那融资租赁 目前我们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70亿元 现在国内排名前十的融资租赁企业 基本上都已经落地在我们江东新区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往这边一步 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壁挂沙坛 这里我要向您重点介绍 我们正在打造的总部局机中心 也就是我们的CBD 这个区域我们又称作起步区 是我们最早建设的一个片区 它的总体规划面积是1.79平方公里 大概2685亩地 可以看到它是在两条水系的中间 三面环水 这里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东海岸线 全长大概有31公里 左侧这里叫做芙蓉河 右侧这一条水系是叫做道梦河 它都是南渡江的天然支流 那这个区域为您介绍 我们地上它是采用一个窄路密网式的布局 它是被划分成70个地块 并且每个地块的面积都不大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间这里有一条 就是我们的中轴线 我们现在在中轴线的两边布局有未来的地标建筑 这一栋激光笔所指向的这一栋就是我们今后的地标中石化自贸大厦 它的高度是150米 在它的旁边这里有一栋建筑 现在是我们CBD最高的一栋建筑 80米 叫做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其他的建筑高度都会比较低 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有特点 T次向海的设计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 未来企业在这一侧办公的话 每一层都能看得到我们的海岸线 这个区域可以说360度都是景观 我们为什么叫做生态CBD 因为这个区域我们还特别强调生态安全性 我们除了严格控制海岸线内退200米 我们现在还在两条水汽的旁边 打造了芙蓉河与盗梦河湿地公园 形成了一个围绕整个CBD的红潮安全保护圈 并且未来我们整个片区也是 推动集中供冷来降低整体的能耗 这里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 灵碳之城的一个示范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小的视频 它展示的就是我们一些 正在动工建设中的项目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中史化的自贸大厦 还有包括中营的海南总部项目 这个是河南的红宝集团 因为这个视频还需要更新 实际上现在有一些项目 现在是有五个项目已经封顶了 这个是国头生态大厦 包括恒利集团今后还会在我们CBD的海边 打造一个超五星级的酒店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些公共配套设施的项目 有医院 还有我们的主干道 来我们往这边请 在您的右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正在建设当中的公共配套设施 包括海南省中医院 海口市富有保健院 现在我们江东本身是有五所医院 我们还会增加一所国际医院 两所综合医院 这边可以看到文化类 我们会打造海南省美术馆音乐厅 包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江东艺术展览中心等 教育类的话 我们会打造20所小学 13所9年一贯制学校 3所初中 1所12年一贯制学校 5所高中 5到6所国际中学 包括我们的大学城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今后还会在南渡江边打造一个门户公园 这张图片就是我们的哈罗国际学校 它是英国的一所贵族学校 被称为英国首相的摇篮 当时招生也是非常火爆 这个是我们的省重点环岛学校 在今年的9月即将开学 好我们可以往这边请 这里我们有一个3D的裸眼沙盘 江海江汇处 凸起群星闪耀 澎湃新时代 谁是下一个未来 海口江东新区 坐拥大江入海口 临海而浩瀚辽阔 一江而温婉柔美 一片葱龙 绿意奔涌 绵延出最亮地色 石溪汇流生机一片 流淌出灵动水运 万亩前缘 千墨纵横 铺沾出香叶风情 美兰机场 美兰机场坐落一次 联通世界 高铁高速穿越而过 通达全岛 城区繁华 一江之阁 轻易配套 近水楼台 海口江东新区 无限风光 为你绽放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扬帆启航 海口江东新区 作为11个重点园区之一 它正率先承接 自由贸易港政策 为打造海南自贸港的 集中战事区先行先事 奋勇向前 高水平规划 描绘未来 江东新区 一港双信四组团 实习汇流百尊田 牵寝湿地万亩元的 城乡空间总结构 托占出未来之城的 绰约风资 高质量发展 定义未来 江东新区 正以总部经济 联空经济 商务服为主导 着力打造 现代物业集聚区 点燃海南自贸港 建设新野情 从国际能源 消灵中心 到建设全球消费精品 博来源 这里开放平台云集 构建 联空国内 国际市场的 超级链接 从70%的 蓝绿空间 占地 到建设 灵碳新城 这里将打造 生态文明展示区 为全球未来城市建设 树立江东样板 海口江东新区 美好未来 为你而来 在这里 一条龙的政务办理 舒心 不打烊的线上鸟匹 省心 从商务秘书 到项目专员的 贴心服务 安心 对 荆养地区 是非常帮助的 海口学校 从最开始 建设 帮助 我们在7月7日开启 就拿我们 交易中心的 项目来说 从整个的 拿地 到开发 到建设 到最终的展示 大厅的交付使用 仅仅用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相信这里 将来一定是 全球优质生产要素 的积居地 我们作为内陆的 大企业 闪媒集团 看好这片热土 在这里 合作签约 接二连三 那是携手同行 共赢未来的热度 突破创新 捷豹平船 那是乘风破浪 开拓未来的气度 项目建设 荣火如荼 那是拼搏奋斗 建设未来的速度 这里的每一天 都在茁壮成长 这里的每一刻 都在书写梦想 在这里 优质学校灵力 重点医院汇聚 一流的教育医疗 让生活自成美景 芙蓉河 麦雅河 到梦河 滨海公园铺展出 片片心绿 优美的生态家园 让乡愁归来 让雄星出发 在这里 梦想唤醒了 每一寸心旺的土地 奋斗 澎湃着每一个 前行的脚步 这里就是未来 海口江东新区 万千基月 邀你共享 各位来宾 我们现在来到的 是我们的第三个展区 叫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指出 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 是海南最强的优势 跟最大的本钱 未来我们会坚持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江东在建成以后 我们是把蓝绿空间占比 稳定在70%左右 也就是我们的建筑用地 只占到30% 其他都是生态保护用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120平方公里 它是我们未来的城乡 建设用地总规模 来我们往这边请 这里的话 我们右侧有三个小的屏幕 这三个屏幕 分别向我们展示的是 江东新区 在生态环境方面 所做的一些综合的治理 中间这一块屏幕 向我们展示的是 江东十大水系的改造 江东新区水系非常发达 总共是有10条 包括8条河流 4条水渠和4座水库 现在我们省里的规划 是会把这10条水系全部打通 所以叫石溪汇流 未来我们希望把江东 打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 为什么叫百村田 因为我们江东本身有400多个 自然村庄 有475个 现在我们已经打造了部分 示范性的美丽村庄 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屏幕 这都是我们已经改造过的 一些项目 未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特色 来打造这些村庄 并且每个村庄里面 都会有民宿 餐厅等等 我们希望未来把江东 打造成一座真正的生态之城 打造真正的城乡融合 从18年至今 这三年多时间 我们江东新区 也是做了大量的生态修复项目 总共是有32个 总投资也是超过了70亿元 好 这边我们可以 往这边一步 来看一下我们整个 海南省人才落户的 一个展示部分 可以看到在这一侧的上方 我们详述了 现在落户海南的条件 基本上已经全面放宽 只要是满足以下的任意一条 都可以在海南进行落户 落户之后 我们可以享受到 哪些优惠政策呢 这一侧我们做了一个展示 包括购房 购车 医疗保障 以及18年5月以后 在我市就业的人才 还可以享受到一个住房补贴 我们现在也把人才分为了 这样五个不同的等级 每个等级都是会有 不同的优惠力度 我们是最大程度的 去保障人才的利益 从18年至今 我们整个海南省 已经引进了34万人才 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个人所得税的 一个优惠政策 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是我们海南独有的一条政策 可以看到上方 只要是来穷就业的高端人才 大概年薪达到30万以上 包括紧缺人才 就可以享受到 这条优惠政策了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个 在APP上 先缴后退的一个方式 我们这边也是举了一个 详细的例子 好 我们现在可以往这边请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板块 是叫做制度创新的一个板块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要把制度创新 摆在突出位置的要求 我们海南省在20年出台了一个 制度集成创新任务清单 这个清单是到22年 也就是今年 总共是有60项具体任务 每一项都有相对应的完成实现 包括相关的部门来对它进行监管 所以我们说海南省的制度创新 它也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这一侧可以看到 我们展示了目前海南省已经发布的13批 总共是123项制度创新案例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些获奖的案例 其中有一等奖的获得 包括我们江东新区 在去年 包括在20年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制度集成创新工作 这边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 可以看到包括16个事项实现秒批 全面取消工程审批 还有包括创新的土地开发模式等等 现在我们江东新区的政务中心 办理业务是最多只需要跑一次 所以我们也是连续四个季度 在海口市的营商环境中 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海南省的这些制度创新案例 目前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肯定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展示了一些创新上的亮点案例 目前的话我们是已经有三个案例 是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及肯定 还有一些案例 现在也在全国的范围内推广并复制 来我们往这边请由我们最后的一个专题区 最后的一个板块 这一侧叫做政策成效专题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海南省的 到35年我们即将要达成的目标 叫做五个自由便利加一个有序流动 5加1的任务目标 在2025年之前 我们重点是打造贸易跟投资的自由便利 到35年包括跨境资金的流动 人员进出的自由便利 运输来往 还有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等 像目前人员进出方面 我们海南省实现了59国的免签 还有运输来往的话 我们开放了第五第七航权 以及展开了穷州海峡 港航一体化权方位的工作对接等等 包括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我们现在的海南省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包括我们的首条海底光纜项目 都在顺利的推进当中 还有包括跨境资金流动方面 现在我们海南省国际贸易外汇管理等政策 都已经相继出台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板块 是我们自贸港60条精选政策的展示 这些政策现在在我们江东新区 是已经落地了41条 左边这几条是我们精选出来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政策 其中像离岛免税的购物额度 还有这个左下角是海南未来 交距的三大产业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 在2025年前新增 境外直接投资所得 都是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还有包括我们的双15政策 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个是针对人才 一个是针对我们的鼓励类企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政策 它在落地之后产生的一些数据上的增长 像我们这去年20年 我省新增的市场主体 是达到了31万户 我们这三年时间 海南省是共增长了76万户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超过了我们海南省 30年来市场主体增加的总和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离岛免税这一块 我们在20年的时候 全岛的实际销售额就达到了327亿 它是比上年翻了一倍 我们现在目前全岛是9家离岛免税店 那最后一个板块 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是 江东首单业务的展示 目前我们江东新区已经率先完成了 全省19个首单业务 当然这个数据一直在不断的增长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首单 大部分跟凌空经济区有关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会大力发展凌空产业 这边可以看到 南方航空的首个国产飞机租赁的项目 包括中航国际租赁公司的首个通航飞机租赁业务 这一侧是京陆公务机的首单 高级别是一个定检业务 都是在我们江东新区落地 然后这边还有跟金融有关的首单 像我们首支基金业务 QFLP基金业务 现在我们江东新区已经落地了上百家基金类的企业 其中QFLP基金类的企业也超过了20家 这边第二页我们可以看到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它是我们整个海南省首个突破千亿元的交易场所 它在20年它的交易额就突破了1100亿 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 有一个货运航班的首单业务 在去年我们开放了第五航权 随着第五航权的开放 我们的一些货运航班也已经陆续开通 现在我们整个江东新区已经开通了10条定期的洲际货运航班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往这边请 各位来宾 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界江东的板块 可以看到我们海南省 它是位于中国的最南端 但是放眼望去在世界板块上 它是处于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处于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位置 像这一条蓝色的虚线 就是我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新的丝绸之路 左边可以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小方块 有59个免签国家 大部分是在西欧 他们来我们海南市免签的 时长是一个月 橙色的这些方块 它是一些亚洲博鳌论坛的成员国 包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绿色的方块 绿色的方块是我们对标的一些城市 还有国家 我们主要是对标香港 新加坡以及迪拜等先进的自贸港区 城市来建设 这些小圆点呢 就是我们现在国内 分六批成立的自贸区了 我们海南 它是第四批成立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自贸港 我们可以往这边请 最后的一个板块 在这个大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在20年的6月1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之后 总书记始终关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先后为我们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和批示 我们也是精选出其中的几条 展示在我们大屏幕上 可以看到在20年的12月31号 总书记在青年贺词中提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包括在去年21年的11月4号 总书记在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 两次提到了我们海南 那我们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先行区域 未来我们会承担起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包括推动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那我们今天展馆内的参观到这边就正式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历龄